还是你们如何准备对韩国选手 因为今天打的那个回合也比较少 你们进攻也比较凶 你们是这样的 对韩国选手做出这样的一个准备 首先我们今天没有想太多 只是赛前做了一个很困难的准备 然后其实对手今天的发挥 我觉得可能是有受到一些我们的限制 其实他们 但是他们在一些发接发 包括防守上面 其实还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然后我们只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东西 然后针对一些小小的线路 做了一点改变 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比分追上来很快 然后你们是怎么做到 就是怎么应对这个场面的 然后你们有感动吗 你来问姐姐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运营 他们整个实力也是非常强 然后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们比分会拉开 然后当他们追上来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都是在投入 在每一个球当中 因为我们赛前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因为对手是很强的嘛 所以他们在追上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尽快的去调整 然后整个就是思想 没有太多的想比分 就整一个想 我们整一个想 就是想怎么样去把每一个球打好 然后我们两个怎么可以 就是把球连起来 你们现在的心情如何 作为你就是赢了今天的比赛 作为冠军 我们还是比较开心了 因为没想到第一次搭档 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整个还是比较又开心又惊喜 主要是你就是赢了这么多场比赛 然后奥运会 然后还有很多比赛 然后你是怎么 就是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没有想到吧 反正我是想着 就是每一战比赛都全力以赴 然后一步一步走好 然后主要是这么长的一个比赛 能在欧洲这一个月 主要 其实队里面基于我们的帮助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整个我们的伙食 其实不太顺 但是我们每天教练 包括我们军导 张军主席都会给我们 爆好鸡汤 然后帮我们想好 尽量给我们弄到中餐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的 这后面的保障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赛 能够很好地保持一个状态的 一个保障吧 所以因为有这个保障 所以我们才能 我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一直保持到现在 你们今天对对方的表现 有何评价 整个一个非常满意 整个一个超级无敌 大满意 下一步什么情况 下一步就是回国好好休息吧 然后把自己 因为出来很累了嘛 把整个身体状态啊 包括思想状态 包括好的东西跟不好的东西 都总结一下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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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